大家好,現在想課金支持,請我們喝杯茶。 有個新方法,大家可以出示畫面的Q-O-T,透過七仔,OK便利店,白街超市,麥當勞,可以直接課金給我們。 如果用信用卡課金,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連結或掃描,Q-O-T課金,輸入信用卡資料,想請多幾杯靚茶,還可以選擇多些數量。 梁錦祥工作室還有其他課金方法,感謝各位聽眾支持。 歡迎大家收下《茶博士掛論》的預告。 今集我想很多觀眾都在預期聽博士如何分析這個時局。 我不懂得分析,怪人。 很多很多新聞,幾乎應接不下。 第一件事,當然大家都很關心,就是這個黎巴亂發生的全夫機爆炸事件。 全夫機爆炸事件,完了之後又到Walky Talky爆炸事件。 現在連通訊設施都爆了,電腦都爆了。 雪櫃、洗衣機都爆了。 隨時可以在家裡實有,那些是洗層機,吸層機。 這件事本身,其實也要在這裡做一點背景的介紹。 因為天年廣泛。 這個全夫機,所謂的Pager生產商是在台灣的。 應該叫做什麼呢? 就是金阿波羅。 一傳出來的時候,台灣方面就立刻要做一個澄清。 其實不關我的事,那間公司和匈牙利合作。 買了給他,中間被人加了什麼資料呢?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老闆就說,這次累死我了。 好在爆炸完之後, 然後我們在今天做節目之前, 沒多久呢? 就到Walky Talky爆了。 Walky Talky不是台灣做的,是日本做的。 所以立刻就幫了台灣。 減壓。 減壓。 還有這次爆炸, 以色列方面已經是在新聞媒體的報徒, 已經事先支援了美方。 這是未確認的,但新聞報道是這麼說的。 據現在的一般西方媒體說, 這個計劃是由以色列的情報機關, 莫薩德和以色列軍方合作的。 相及的人很多,幾千個, 主要是黎巴嫩的真主黨成員受傷。 爆炸的情況是怎樣呢? 首先是Call Gate。 Call Gate的時候,他不是真的爆炸。 他收到訊息, 就等了大概少許時間, 就等那個人引起傳呼機。 他看一看那個訊息的時候, 才爆炸。 所以很多人是傷了眼睛和頭部的。 如果遲少許傷了那個, 很多時候你帶傳呼機的話, 是傷在那個頭部。 裏面有一個畫面是很活該的。 就是說, 那個訊息是甚麼呢? 就是72個處女在等著你。 現在大家看到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這個訊息。 但這個做法, 現在大家看到是一個近乎 尖士邦007的電影橋段的做法。 所以這個就非常非常之, 我想是令到人擔心。 很快有電影拍攝。 我想你會拍攝了。 拍攝了。 拍攝了是嗎? 是呀。 不可能的任務。 這個是職業特工? 是呀。 通過老師那套拍攝了。 他聽完之後就爆炸。 是呀。 現在估計情況是怎樣? 就是在那個傳呼機或者這些Walky Talky裡面 裝了兩個至四個gram的炸藥在裡面。 但是可能這些炸藥是相當之勁的。 而且殺傷力很強。 這個問題就看手印, 所謂的signature, 即是以色列的特工部門的設計, 經美國的協助之下去做。 我相信都雖不仲亦不願意, 不敢說。 因為以色列沒有承認。 從頭到尾沒有承認。 美國就說不回事。 但是首先要澄清, 摩薩德不是情報組織。 摩薩德不是情報組織。 他是由那個毛蘭克, 七幾年追殺那班人開始有這個組織。 電影都拍攝了, 是。 他不是情報組織。 他只是總理的暗殺組織。 暗殺的。 專門是暗殺的。 所以他不是完全弄直。 情報無關。 誰不知彬彬彬彬彬。 第一,他沒有承認。 所以到現在, 珍珠寬沒有說過的話。 珍珠寬沒有出來說過的話。 是市場的人自己說了 正式受害人沒有說 都說不到了 每個人都現在又瞎了眼又傷了 在很久以前 我們已經曾經說過這個問題 就是剛才我所說 你的汽車出廠 你的家庭用的那些用品 到現在你再延伸到 就是曾經試過有一個往例出現了 是核彈射不到出來的 都是用這個系統的 所以俄羅斯最近沒有說打核彈 所以他們出了那些核彈 他們更害怕 就是你揭開一個蓋子 你的導航系統全部都失靈了 然後有人跟你在裡面自己印爆 可能射回自己 嚇得嚇死 所以現在這個對世界和平有幫助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延伸 西方的評論又不是這麼說 他說加深中東的危機 危機就賣多些軍火 危機而已 不是地球毀滅 但你這麼想說外星球人 你可以連想說 那一定有 天津的UFO已經值得說 出現之後 接著就給了一些技術 叫他們做這筆東西 是呀 以赵年來說 你怪你這樣說 其實也可以拍戲的 我想已經在量度這個橋段 因為這個橋段是現實 所以不用量度 但要講講背景 為何他們會作用了全夫機 因為全夫機 我想我們二、三十年前已經開始不用了 因為它在中東 據我所知很多高層 包括所有國家是不用手機的 是呀 它是一個GPS定位 因為之前是用手機出現 是呀 所以不用了 其中一個最高層 就是因為用手機被人查到 然後被人用飛彈打死 好了 這裡要補充 他們全部很多聰明人 不是簡單的人 因為曾經典黨背景後面的金主 就是伊朗的 好了 以伊朗的實力 和你們這樣的人才 既然你製造一批這些科技 這些BP 為何不自己做呢 應該這些事不可以假手於人 對嗎 既然你去到這樣的機密 所以我們覺得它是漏招的 現在西方傳媒有這麼說 他們說一直有一個保溫非常嚴密 是的 一直都滲透不到 但這一批一批被人清掉 它是漏招的 他們有說直接用這個科技 一定漏招的 是吧 博士 如果你再引伸下去 你駕駛車可能也會爆 是的 你用電腦也會爆 你不要說如果 現在可以告訴你 據我們很多年前 譬如說出來 這個世界是亂的 你逢買歐美或俄羅斯的東西 屬於電子產品 擺放在那裡 都有這些風險系統 不一定是爆 一定是偷聽器不出奇 什麼都有 這個就有了 是不是 所以不是現在開始了 因為你家裡的微波爐都有 雪櫃也有 蜜春也有 你放一部電視機 放一部錄影機 在家裡 放一部手機 放一部相機都死 一涉及電子 就有 所以 據我們現在知道 有很多國家 是走回蘇聯的舊制 傳達相識是給自製的 我們某強國人 來香港 手機什麼都不用 真是寫張紙仔 要坐飛機帶下來 嘩 坐著飛機下來 不是 找個人帶張紙仔 我知道了 親自拿進去 是的 這是事實 事實 現在已經恢復救濟 將來又可能怎樣 大家會看報紙 恢復聽心機 來修情報 秘相說不好 世界越來越瘋狂 你說現在我們不用電器用品 家裡是另一個環境 是的 這個事件 博士應該在節目中 很詳細和大家分析一下 由莫沙德這個組織 這個不是情報組織 是的 你有沒有認識那些人 很難認識到 我也不敢說我不認識 我也不敢絕對說我不認識 我們做這一行的 做傳媒的 甚麼人都有 甚麼人都認識的 巴克斯坦那些人我也認識 伊斯坦那些人我也認識 有太人應該說有太人 應該說有太人也認識 總之三三五樂的人認識 但是你不會去問他們 是不是那些情報機關人員 或者 有象徵的 有象徵 如果你是那一行 會看到的 是的 是的 所以這個世界越來越瘋狂 有象徵 有象徵 另外一個新聞也是剛剛發生 也很不幸 就是在918 即2024年9月18日 深圳的日本人學校 那位十歲的學生 被人刺傷 照今次的深夜就是 過世好像 過世 現在日本外交部也有發聲 我們也在看事態的發展是怎樣 而且這個不是第一宗 不是 幾多年前在蘇州那裡 因為你 如果一個社會 你製造一些民粹主義 這樣就很麻煩 這個不是好事來的 真的不是好事 好像今天 昨天也有人去日本總理事館示威 有 這樣也挺好 香港一樣有示威 沒有政府不讓示威 是嗎 一樣給示威 現在香港還是一國兩制 有示威的自由 是的 但奇怪的是 為什麼美國說 國會去制裁香港的時候 為什麼又沒有人去美國領事館示威呢 因為你用什麼理由說美國制裁錯呢 因為你可以反制 因為中國政府說明反制 反制就是 你半斤我百兩 所以香港也挺好玩的 坐在一個大城市 還有一點點自由空間 好像我們這樣說 怪論也沒有人說 就是我們要坐的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什麼不是 我們是怪論嘛 OK 是吧 怪論 你很多話說都可以 是的 但博士剛才那句 我又不同意 不是少少自由 是很多自由 現在 示威又可以 說話又可以 我們說都沒事 所有人不要在外出唱 我們去香港 因為很多人在外出上香港 唱到香港倒楣 是吧 沒事的 有很多機會賺錢 我告訴你 是吧 不是說笑 因為香港 你現在每次發債都行 因為發債就當成收入 市民公租特區政府 是的 借錢當然要 別付錢 是的 現在中國也發債 是的 那就打鬥發債 美國更厲害 60萬億美金 我們幾何就欠了60萬億美金 有段時間還未到 我們堂堂強國 是的 他發60萬億美金 我們發30萬美金 好嗎 是 30萬億美金 很多錢 玩手多過他 不要多過 我們先做弟弟 你爭債不要鬥爭得多 剛才說是做弟弟 不是做契弟 做弟弟 好啊兄弟 不要說契弟 是的 好啊 還有第三件事 好敗論 又是大問題 特朗普第二次 有些人計劃槍擊 都未中 但這次就事先看 捉了個疑犯 而且是活捉 不是當場打死他 我們很早說了 我們早幾節都說了一定有第二次 有人跟我倒閉筆就輸了 是的 是看到的 你知為何會看到 這個要聽博士分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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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了起了那個 等於香港 他製造了一些黃藍組織 變成對手那些 不是很多無理頭人的 精神不穩定 那個之前也很難 想當兵遊行 所以這些社會 你一搞那些分化仇恨 就很混蛋 那便了起了一些人 但很奇怪 他用這場AK47 我在節目中也有提及 那些問題 但你覺得難以 應該是因為他去過烏克蘭 留在節目上說 那裏有很多疑點 那裏有阿侵哥身邊 有很多古惑仔 我怎知道他去打球 是的 十幾個小時前 蹲在那裏 而且他打高爾夫球 是臨時決定的 他十幾個小時後 蹲在那裏 那裏 真的做了問米婆 厲害 這個老伯 博士是否有陰謀論 這件事 我現在還在計算一兩條數目 未能計算到 但他一定是那些分化分子 被人煽動了他 但如果煽動了他 便不會煽動這條 這麼愚蠢的人 這個真的 他收了甚麼效果呢 但他給予保安的力量 給予不足 是的 有多不足夠好笑 現在新聞的注意力 又去到特朗普那裏 因為前幾天 頭條又去到特朗普 為何又被企圖暗殺 而且他下叉床 沒有叉床他想行事 只是叉床他違反那些槍械 藏入法例 他下叉床大家看看 因為他未動手 是的 所以是很多疑點 留下節目可以多吹兩下水 這個是要的 多謝 和我賭蝦 有沒有第三次 不恭喜 不希望有 因為你的世界很混亂 是吧 你現在的世界真的要和為貴 所以那時候很早 你一路退 看到 他做了更危險 我不是開玩笑 特別現在有這樣的科技炸彈 你做了更危險 現在全世界沒有人安全 沒有人安全 到這裏沒有人安全 但他很招職 他說 有份量的總統才會被人敢殺 他說 他兩次 他破紀錄 這些是死靜把口 生命沒有take two 還有些甚麼新聞 香港 多啊 昨晚宣布 聯署局減息一半 普天同意 今天股市升了些 升了些 升了些 二百多 我們回來的時候 升了些 那些是虛火 他那個是 但是想不到他一去就去半厘 通常想著他四文一 確討 沒有所謂 現在他好像三年 三、四年才是第一次加成 但是看過勢 似乎是減息的趨向來 現在是減息 在我們的經驗 不可以這樣看勢 因為一有些變化 那時候又遞土出來 立即扯回你十多厘 你真是睡著了 他沒有上沒有下 他錢錢不夠錢 他就搞這些事情 大家不要知道太多 因為現在我們 作為中國人 都是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在中國政府的架構 那些經濟學者 是紙上談兵的 你看回前兩天 香港的財政司出來 說些什麼 我們會留意的 會保持 屌你 會死的 在金融市場 做財政司 做公司 把財政官 是要搶先的 搶不到先 你也不能落後太多 是 有前瞻能力 不是 你訂批貨 有人給你一張單 你做廠 那你要訂材料 你不馬上拆死 不拆死那個匯水 是 會死的 大單 吃匯水吃死你 當然 還有你的材料 加價 不是國際間的政治 但我們橫顧自己的國家 是沒有這樣的人才 為甚麼呢 他們沒有情報收到 這方面 他們賣不到身 否則中國不會輸那麼多 連中信也輸一窩奧子 是呀 輸到幾根金 其他輸金輸石油呢 為甚麼連國泰者也炒石油 都弄錯 炒其子 就是 就是 所以 在我們國家這方面很弱 做幾條 浸過鹹水 小孩子回來 做I-band 怎樣呢 打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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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拘捕了 有些人拘捕了 這件事要講講 就是說 這些大陸的銀行家 所謂 全部要上繳他們的護照 上繳 要出去 事先要批准 當然 我相信應該是中國籍的 不是外國籍的 應該是 多數是 但很嚴重 總之拘捕了很多人 全中國做金融的 都拘捕了 那誰做金融 都拘捕了 所以現在就是 亂在龍 所以你看看北京的股票市場 都停不下 沒有交易 現在你在中國 都做不到一架IPO 沒有人才 還有你做IPO 多數要經外資 外資就走了 都挺傷的 香港也是 為什麼香港那些高級寫字 沒有人租 只有Iban老闆 他們集團租 誰租 你租 你租 是 可能是我租 是 八九多元一尺怎麼租 是 是 沒有 我們看著香港是 由中國內地的網友 那個叫小溫雄說的 叫做香港金融為止 不是香港人說過這句話 所以大家要澄清 現在香港是國內的人唱衰 香港比外國多 但是我們也有多少 覺得美國政府不公道 你現在香港是中國主權 你心裡有幾 你懶得香港這麼癢 幹嘛 你香港在十年內 美國執取了二千多億 賺錢 知道嗎 那個順差 在香港 賺了二千多億 美金 不是少錢 但為什麼它去到這麼激烈呢 大家要反思 為什麼一個舞台 那麼多鬼佬在這裡做生意 賺到錢 都開始打爛它 那你中國政府的中央領導層的人 有沒有做過這個沙盆推演呢 你不只是說別人 要怎樣怎樣 你亡我之心不死 如果是敵對勢力 如果是敵對勢力亡你之心不死 現在他們走光了 你就應該是鼓掌 小炮掌 又不是 又要吸引回來 真的 是嗎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矛盾 如果在毛澤東再世 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你自己製造矛盾自己死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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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檢點的 真的要檢點的 他們有一句說話 搬石頭摘自己的腳 是嗎 但是你要知道為什麼要搬石頭 什麼情況之下 令到你自己搬石頭 或者對方搬石頭呢 有沒有給我們一個答案呢 你說香港很危險 有很多軟對抗 又有硬對抗 現在哪些硬對抗和軟對抗 那條線在哪裡分 什麼時候令到硬對抗和軟對抗 令到香港會淪陷 會分裂出你的中國呢 是不是這麼脆弱呢 你那幾百萬解放軍吃齋的 沒有的 他們全部這班人 這一代的共產黨員 沒有聰明人 我可以夠膽說一下 他沒有聰明人 沒有聰明人 他是一個悲哀來的 不過我們收一個消息幾好 中代突然間有些領導人 不是一個 那一個就被人誤會了 針對我們集大主席就不好 很多人現在反到頑童 怎樣反到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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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先生合心 中央為之合心就沒有了 什麼兩個維護又沒有了 你有沒有留心看 有 沒有了 那就反到頑童 原來這樣 是的 反到頑童 反扑歸真 對 他很好 還有一宗消息 我有沒有留意到 林鄭月娥出回來 我没有留意做什么,我当我臭死 这个是香港的癌症 大概死了,你还在这一百多万个月 但江湖传闻又出来了? 没有,他有权闲出来吵架 但我有看到照片像灵堂那样 你有没有看到? 有 放出来,我捉他,加持他 祝你早登仙佳 好了,今天博士带了一些正东西 上周你说过 上周你说了一点,但未有实物 今天周我带了实物 台长买了,我买了 2500元,这些是限量版的邮票 你告诉别人,那个真是鼓动 台湾故宫 我看起来很漂亮,因为第一样东西 这里就写中华民国邮票 然后就是故宫里面的真品 有这个脆肉白菜,这个我看过的 有这个肉形石,这个猪腩肉,我也看过的 在台湾那个故宫博物馆 其他全部就是以故宫博物馆里面的真床作为邮票的图案 印刷相当漂亮 是故宫做的,你写得上没有? 是的,故宫物物做的 这个还有,写明就是 Gandara Bruce Paintings are provided by Collector Dr. Quok Xiu Ming 这个中文的广东话翻译 就是这些建陀罗佛教的 我的收藏品 这个油画就是由郭兆明博士收藏家提供的 是的,他们拿过来做一套油票 是他故宫提出的,漂亮吗? 漂亮,很漂亮 这个是生命象征 做收藏家做到由故宫博物馆 这个如果我买之后,我们会商起它 当然了,多漂亮 商界商一句 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晚上坐在静坐 你留心看图案 你会有很多灵感 看我的佛画 为什么呢? 留在佛学讲一点点 原记给你听 为什么会看图案有灵感 这个是大悲魔 博士,你在节目上应该详细说 这个缘起是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个我觉得相当有趣 大家都想知道 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当年我在台湾成品很大的壳 做了一个大展览会 我原本有世界循环展出的这些油画 印陀罗文化,希腊的油画 印度希腊的油画 我手上十二幅 现在香港天壇大佛内面那几幅 油画都是我送出去的 大佛 如果在大佛内面那四幅 是我邀请威巴拉沙拉大画家兼法师 来香港我付钱 去英国订了画布 和天壇大佛画的 是我师兄帮忙 结果结束结束 但我没有说 一世间事做了就算了 如果在其他人 草严巴毙 但香港我放的 那个增藏品展览 《文汇报》是整版灯的 有人来访问 能否找到 我们可以给观众看一看 我给那个 那么清楚的内容 大家记得收看《茶博士怪论》 第八十六集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